你女人 我跟你关于送头的事 你带我在这儿干嘛 我跟你说 你要耐心一点 马上就到了 好好欣赏一下 多么美呀 我很忙啊 那你现在可以走啊 可以下船 阿姨 莉莉 今次阿姨往前上帽子啊 可以看一下您这个吗 扣示个扣示 摸一下什么感受 摸一下 手汗 除了手汗呢 热的 那你觉得 这和颂唐摸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 它们之间差的就是温度 这绣品啊 就跟人的一生一样 这一针一线 都是带有温度和感情的 而这个是机器永远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如果你想打动我师傅 想要了解颂唐的话 那就要带着一颗有温度的针线去感受 所以明白我说的温度了吗 阿姨谢谢你 绣得真好看 谢谢 怎么是不是看我陪了你一整天想买个玩偶送给我呀 这小狐狸挺可爱的 我说你拿个小王子 该不会是有什么王子病吧 我说买过来送你的 就你这样 除了玩偶以外 也遇不到什么王子 老板 多少钱啊 五十块 现金还是 微信吧 好嘞 谢谢啊 走了 谢谢阿姨 再问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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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一下 轩哥 是收购上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你说一个女孩之前她总是对你挨刀过理 突然之间呢跟你发生了身体接触 这怎么回事 这啥身体接触 轩哥那你呢 这得小心 为什么要小心 轩哥我跟你说啊 这招非常厉害 这叫欲擒故纵 这是一高手啊 欲擒故纵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这怎么 这不用看出来啊 这是现在很多女孩的一种套路 轩哥 您就是经验不足 我跟你说 等您以后遇到的多了 您自然就 不是我 我的意思就是 那个女孩她 应该挺喜欢您的 喜欢吗 她尽心尽力地想要将苏绣传承下去 所以她比任何人都希望这个绣房可以发展得更好 这绣品啊 就跟人的一生一样 这一针一线 都是带有温度和感情的 而这个是机器永远没有办法做到的 如果你想打动了师傅 想要了解松唐的话 那就要带着一颗有温度的针心去感受 而且这里的绣娘也要养家糊口 给自己的儿子夹个鸡腿吧 你 你说什么 雅丽莎呢 要来上海参加慈善晚宴 你那么激动干吗呀 别人说的我不敢相信 可这个消息 我可是在潘素老师的工作室 已经方笑语讲了 这怎么又假了吧 真的吗 你又进不去你这么激动干吗 那可是凯曼时尚的慈善业啊 都是有头有脸的腿去的 说谁没头没脸的 这 这啥也长的 人家的头和脸是能刷的 就你张脸能刷得进去吗 那刷不进去也定刷 刷得进去也定刷 总之我会想办法我就是要进去 行 你要是能进去的话 那我就 就什么 就请你吃饭 没问题 不不不 你说我这 来到跟你带了这么一个好消息 你说你是不是得提前 大鱼大肉伺候着 上单啊 喂 这里人好多 管得好严啊 都有保安 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进去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一定要进去见我最喜欢的设计师 行 不跟你说了 拜拜 喂 刘爽 方总监的电话你有吗 好吧 那我再问问别人吧 方总监 来开家词专会 如果有邀请韩的话 那应该是 没有邀请韩 这不是什么事 你有吗 撕一半给你 那还能用吗 开玩笑的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谢谢 好吧 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别人啊 方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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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请韩 我是跟方总监一起来的 刚才打电话的 这不是什么事 没有邀请韩 如果邀请韩不能进 方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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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放开我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你 没事 小姐 你没关系吧 没事 对女孩来动粗 小姐我投诉你 师傅 你那么还没有进程 快开始了 你进去吧 进去 我居然拿到了亚历山啊 我愿意 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 我也是直播设计师 你怎么不想给我要签车了 你 你等我一下 我找一下 找找啊 开玩笑的 这么认真 方总监 你对我的大恩大德 如滔滔江水一般 我真是无疑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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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真想谢我呀 请我喝咖啡去 现在有点晚了 我改天请你吃大餐 也行 我车就在前边 我送你回去 没关系 我坐地铁很方便的 那我走了 你注意安全 拜拜 谢谢你哦 拜拜 你好 方先生 谢谢 有事吗 方总监 您说带我参加慈善晚宴的 我一直在找你 答应过你吗 不是 您上次亲口说的 你看 我为了参加晚宴 还专门定制了这套衣服 这套衣服不是 不好意思啊 我可能忘了吧 这件礼服多少钱 卖给我吧 我不是来问你要钱的 那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我看见你带莫菲进去了 然后呢 你为什么要带她 你明明是先答应我的 还是她在你面前说我坏话了 对不对 或者是她跟你许了什么好处 不好意思 白小姐 咱们俩熟嘛 凭什么来质问我呀 不是 方总监 我还没说完 你能听我说完吗 方总监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偏像她 她到底哪里比我好 没事吧 这位小姐 来 来 来 我扶你起来 没事 我看你这是遇到什么事了 你跟我说说我能帮你吗 你不用了 你鞋跟也断了 大晚上还是自己 我送你回去吧 你放心 我不是坏人 我是海耀集团的 这是我的影片 我叫朱凯天 我叫朱凯天 面来了 快吃吧 快吃 怎么了 妈妈 你不是去参加慈善晚宴了吗 怎么不高兴了 没去成啊 你不是特别订做了一套礼服吗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告诉我呀 曼曼 本来我是能进去的 我不知道莫菲怎么就突然出现 就把我的位置抢了 怎么又是那个女的呀 她怎么老跟你过不去呀 行了 行了 别生气了 要不是她 我两天能被娶肖开除吗 要不是她 我今天能这么丢人吗 要不是她 方总监对我 她就是嫉妒 就是见不得我比她好 行了 咱别哭了 我就是想不明白 你说她长得也没有我好看 身材也没有我好 怎么就 你这说得对 她在你面前什么都不是 你跟她计较什么呀 是不是 来吧 来 咱吃口蜜子好不好 不用了 我今天特意去给你买了个礼物 你看看啊 包之百病 赶紧看看 快点 怎么了 什么 假的 方总监对我说的话是假的 连你送我的包也是假的 不是 漫漫 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以前我就不说了 这个真的是真的 我存了两个月呢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我就只配用假包是吗 不是 漫漫 你好好看看 我不想太多收购了 漫漫 上一次怪我 没有对咱们绣坊的情况 了解得更深入一点 所以回去了以后啊 我又重新草拟了一份企划案 希望您可以看一下 唐总 我没有想到 您这么执着 我们看中的 不仅仅是李氏绣坊的飞翼记 我们更加关心的 是绣坊的传承和未来 我相信您看了这份企划案之后啊 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Hue 不好意思 对不起 你这几天没见 礼貌方便进步得不少了 我先走了 等一下 来 拿来 你干吗呀 我自己可以拿 别人在帮你的时候啊 你只要说谢谢 这样就够了 可我明明可以自己拿 我不需要你拿 我根本要跟你说谢谢呀 我也没指望你谢啊 这 我说 谢谢啊 你知道我师父是送新的企划案吗 是啊 他怎么说 他说 他需要再考虑一下 那就好 前些天啊 你跟我说的那番话 对我有很大的企划 所以我现在也要很真诚的 谢谢你 不客气 走吧 莫菲 来 这么多布料 你也不推个车 自己抱过来 不觉得累啊 也还好 我在路上啊 遇到了唐总 他帮我拿了一路 还送到了门口 你觉得 唐总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 师父您是想说 唐总今天拿来了新的企划案 说实话 我还真的挺动心的 他这次的建议呢 变化挺大的 甚至都考虑到了 绣娘退休后的福利问题 这样啊 那师父您怎么想 我想 听你的 试着跟明远合作一下 真的吗 太好了太好了 不过我还是有一些担心 这个明远呢 毕竟是个大企业 我担心还会出现以前那样的问题 所以这件事情我想拜托你 刚好你在上海 你帮我去了解一下 明远的诚意 顺便再把关一下合同 我 不行不行 师父 这个责任太重大了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我觉得你现在完全有能力 代替我去做判断 可是 我没什么经验啊师父 你就像你平时那样做就好了 我相信你可以的 高压150低压80吧 你要好好休息了 在我这个年龄 就是一个能力不高血压高 开什么玩笑您能力还不高啊 你跟李师傅做的那个工坊的计划 我看了做得非常好 想得也很周到 多谢老爹表扬啊 苏州那边去了有什么收获吗 这行啊我还真挺有收获的 我当时看到了一个场景 当时非常的出动 我看到秀娘们在一针一线的 缝制秀片 我觉得他们那一刻 他们不是在工作的 他们是庆祝了自己的感情 其实你越是认真地研究下去 你只要清楚的情感在里边 你那收获就会越大 现在这个时代工业革命这么发达 他们为什么还在坚持呢 一代一代的秀娘 他们在传承什么 恐怕不是一针一线这么简单 我说的你能明白吗 我等会回去睡一觉 估计明天早上起来就明白了 那就赶紧去睡 爸 你快休息啊 好 晚安 李师傅真的会同意吗 听你刚才这么说 我怎么觉得他没有诚意 跟我们明远合作呢 好事多么啊 咱们也不急于是 明轩 你知道的 苏州知名的秀房还有很多家 咱们不是非要跟李师傅合作的 但你给我推荐那么多家里边 李师傅的苏秀是最用心的 我李师傅有个事 帮我把下午的事推掉 好嘞 我先走了 好 什么人这么着急找他啊 不知道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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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